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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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Lauren 看到這個口罩套是我們平日開工的時候的樣子 我今天有這個模特兒就是Judy 我們很久之前也一起拍過影片 我們跟Judy化了一個... 美妝 我們現在開始吧 今天我是用化妝師的角度去講一下我平日的化妝程序 所以步驟相對地會比較多 首先我會用基然這個卸妝水清潔全面 透過抹的程序除了幫你做清潔之外 它也會有少許去角質作用 接著我會用Tartra這個Essence幫Judy補水 這支Essence我自己很喜歡 我已經用了兩三支 因為它的補水功效很快 而且會令皮膚很軟熟 很容易吸收之後的產品 Judy的皮膚看上去 表面好像很平滑很光滑 但其實它的皮膚很乾 而且現在看上去也有少許暗啞 我會用這個Essence跟它塗兩次 它會即時充滿水份 還有皮膚會有光澤和軟熟 通常乾性皮膚保持水份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會再加一個保濕的精華 令到它的水份更加可以持久 但一次過塗那麼多護膚產品 皮膚是吸收不完的 所以每個步驟我都會用時間來做按摩 讓皮膚慢慢吸收 接著我會用Tartra這個Face Oil和Dewy Cream 加在一起就會幫Judy做按摩 我喜歡做按摩的原因 第一會令產品吸收 第二會增加皮膚的彈性和去水腫 偶爾有人叫我介紹Tartra的Cream 哪一種好用 我自己用過來說 紫色的保濕度和滋潤度是最好的 我只會在冬天使用 因為我本身皮膚是混合性偏油的 但是如果你乾性皮膚 你就一定會很喜歡這個紫色的Cream 因為它的保濕度是保持得很好 很長時間的 我自己夏天的話 我就會用它另外白色那一盒Silt Cream Silt Cream 它感覺清爽和輕盈一點 對我夏天來說 我就覺得剛剛好 我也要提提大家 如果你的皮膚是屬於敏感性 油性皮膚 和暗瘡爆發期間的皮膚 千萬不要做按摩動作 因為反而會刺激它 會出很多的油 暗瘡會爆得更厲害 而且也會增加敏感的風險 每次按摩來到眼位 大家都會舒服到想睡覺 眼的穴位 我都建議大家定期都按一按去 除了可以令到血液循環之外 可以令到眼壓沒那麼高 按摩後皮膚漂亮了 除了粉底也可以用一點 因為Judy的眼袋位 今天特別腫 所以我就用MTM的眼膜 幫忙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眼膜 因為我覺得去水腫和提升效果很明顯 以我經驗來說 這個眼膜最好讓它敷夠20分鐘 它那個去水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那個眼膜 如果有些人比較乾 它真的有機會十分鐘已經斜乾了 我會再跟它補多一次這個綠色的Gel 塗下去 盡量讓它敷夠20分鐘 之後就會很平滑 最後我們塗上一個潤唇膏 Tacha這個甘薄潤唇膏 除了很漂亮之外 它的滋潤效果也很好 但如果你的嘴唇長期龜裂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它的唇膜 它的唇膜會更加滋潤 還有它的保濕的持久度會更加高 首先我會用Laura Merci的的primer 全面塗上 然後用Make Up For Ever的pore minimizer 修飾鼻翼旁的毛孔 這次我選了Axt The Glowing Cream Make Up 這個油光粉底霜給Judy 因為Judy她本身皮膚比較乾 所以我想她的粉底上到面之後 可以長時間保持一個水潤一點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粉底霜很適合用化妝掃上 因為用手指推會推得太薄 用掃就可以保留它的遮瑕度 這個粉底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粉的感覺不明顯 所以塗在一些乾性皮膚 或者皮膚比較薄的朋友 效果會很漂亮 接著用海綿引一印全面 令底妝更加貼面 光暈了膚色之後 我會先做眼妝 首先我會用一個淺色的遮瑕膏 放在眼皮的位置 接著用碎粉塗在眼皮的位置定妝 接著我用Make Up For Ever的M647E 這個眼影顏色 用來做眼部輪廓的打底 這個顏色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它不會太啡 或者太紅 或者太黃 或者太灰 它是比較中性的顏色 我自己試過 無論是淺色的皮膚 或者比較鬆色一點的皮膚 這個打底色都做到很漂亮的效果 用同一個顏色掃上整個臥蠶的位置 用鬆毛掃上眼窩的邊位 夾完睫毛之後 我們就畫眼線了 Judy的眼型很圓 但是偏短 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把眼睛畫得又圓又大 所以我們要拉長眼型 我們先在睫毛的根部 畫一條很幼的眼線 到最後那三條睫毛 就留下 不要畫著 然後在我們剛才停下的位置 打橫拉一條眼線出來 然後慢慢加粗這個三角位 然後拉開眼頭位置 加粗一點點眼線 這樣就可以前後加長眼影了 然後我用直穿手這個深啡色眼影 搭回剛才畫的眼線上 再畫下眼線的位置 這樣對眼睛立即變得又圓又大 然後用Charlotte Tilbury這個香檳色 打亮回上下眼皮的位置 接著用一個啞光的米白色掃在眉骨位的位置 來到這裡我會先完成的底妝 接著再做其他位置 把遮瑕膏放在黑眼圈最深色的位置 要對付這麼立體的大媽瘡 單用一支遮瑕膏是不行的 我手上有一深一淺的遮瑕膏 我們首先把深色放在凸起的位置 然後淺色放在下面的陰影位置 這樣看下去 它的暗瘡就不會這麼立體 為了令輪廓更加立體 因為我會在眼下的三角位置 放一支遮瑕膏 要留要被開眼吐突的位置 想陰影要效果自然 最好就先用高狀打底 之後再掃少量的陰影粉 效果是最自然最美的 面圓的人除了把陰影放在拳骨裡 我們要把陰影放在發線近太陽穴的位置 這樣就會修飾面型更加美 Judy的面型圓得來大方 印陰影的時候 我們就要印下額線和腮骨位 然後做回眼部定妝 然後用紫色碎粉 放在面部中央位置 以及額頭T字的位置 令妝感看起來更加通透 然後我會用Dior Backstage Face & Body Powder No Powder 3號色 來做這個頂妝家修容 因為Judy的眉毛很深和濃密 如果我只用眉霜去改色 是很難改的 所以我會先用遮瑕膏 把原生的眉毛色淡淡 然後再用眉粉掃上淺啡色 然後用深啡色畫眉尾 鼻影要畫得自然 我們掃完顏色之後 最好用手指的熱力 按一按鼻影位置 令到它融入皮膚 加上閃粉在上下眼皮位置 眼妝更加美 因為它是很漂亮的 Judy的順型很小 所以我們要放大一點 我會先用一個紅色的唇膏 放在唇部中央 然後用一個藍瓜色的唇膏 放在外圍 令到它的唇膏自然放大 Bobby Brine的液態光影超美 白天使用也不會覺得太誇張 塗上胭脂就完成這次的妝容 然後Candace就幫Judy做了波浪頭 令到她的頭髮的分量增加 看上去的臉會比較小 這次的大變身大家喜不喜歡呢 整個妝我只是強調眼線 其他部分我就用減髮化妝來完成 這樣就不會越化越老了 如果想知道自己 適不適合減髮化妝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吧